文章来源大洛杉矶LA 公路损失数据研究所最近公布了今年最容易被盗的车型 其中盗急肌肉车和启亚两款SUV上榜在豪车领域 路虎一款SUV也名列前十 如果您也有这些车型 请务必做好防盗工作 这家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机构 每年都会进行关于汽车盗窃方面的调查 他们按汽车制造商对驾车者提出的盗窃索赔频率进行了细分 然后为每100名投保司机分配了一个数字 通过这种方法 该研究所发现盗齐Charger SRT Hellcat地狱猫 一款四门肌肉车得盗窃索赔 发生率是平均平均数的60倍以上 每年有6128起索赔 这也意味着至少有6128辆车被盗 第二名同样是盗齐 更强大的盗齐Charger Henry 它被盗的比率是平均水平的20多倍 第三名则是一辆英飞尼迪Q50 这是一款豪华SUV 它的索赔率也相当高 第四名又是盗齐Challenger 前五名中盗齐占了三个 这似乎是盗齐的产品缺陷 第五名是路虎缆胜 它们的被盗率大约是平均数的7倍和6倍 第六到第十名分别是 PS Borage Land Rover Range Rover Sport 4 WD PS Borage 4 WD Honda CRV4 WD BMW X64 WD 齐亚占据了其中两个位置 最主要的是韩系车使用机械钥匙导致 众所周知 去年在美国抖音TikTok传出USB偷车挑战 就是专门跳韩系车来偷 只需用一根USB线就可以撬动韩系车的点火装置 这是因为此前韩系车普遍采用的是机械钥匙 没有使用比较先进的发动机防盗技术 所以一偷一个准 这一现象还导致现代汽车和启压汽车的汽车盗窃案比上一年增加了85% 联邦调查局FBI最近确认的2022年汽车盗窃案激增 日本的本田CRV也登上了黑榜 排在第九位 排名第十的是宝马X64WD 这是另一款售价约7万美元的豪华车 从第一名至第十名的车型来看 被偷已经不再是便宜车的专利了 路虎 宝马车和英贝尼迪也越来越多人头 如果从第十一名至第二十名来看 福特的F250和F350以及到其的RAM3540WD也名列其中 除此以外 本田的雅阁也出现在前二十名中 其中这款轿车排名第十六位 索赔频率越高于平均数的三百次 对于大多数华人来说 还是日系车的拥顿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 本田的CRV和Nissan的Maxima 分别排在第九名和第十九名 如果有开着两款车的华人 务必要注意防盗 感谢观看 对于大多数华人い走了 对于大多数华人号 对于大多数华人号 可以转身从中华人号 最后一半的户顶 少华人号 不允に 在家里面 转身的声音